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气组合MIRROR的演唱会今晚来到尾场 很多镜份都很不舍得 不过昨天就传出花姐 帮MIRROR入址申请明年年头的红管档期 今日又传出商台剩两年没搞的拉阔音乐会 9月重开 请来姜濤、柳应亭、林嘉谦 和Tashi Yoshi一起开场 姜濤人气爆灯已经成为只手可热的人物 听闻她还有机会跳出电视进军大萤幕 在彭秀惠开的新戏里 和毛绥君飾饮帽子看来姜B有很久 李永豪和杨思琪脱脱后一直单身 今年年头被爆恋想台湾女仔Annes 之后她大方承认恋情 还说Annes是结婚对象 已经见过家长 还想明年头拉上天窗 连鼎爷和施明都对未来媳妇有炸摸弹 前日无争截 李永豪就在IG放了张Annes 为妈妈思琪饮茶庆祝的照片 Annes翘着思琪的手臂 感情应该不错 看来一杯辛普茶都很快有得饮量 何广佩、冯盈盈盈、易宇航和陈安盈 参加无线众艺节目好声好气 四位完成三个回合比拼 盈盈成功击败对手 有机会各族结出声演总冠军 盈盈过往被指懒音问题严重 她仍恶补发音和咬字 结果以出色的表现大获观众好评 盈盈透过明洲 感谢大家 好开心听到好声好气出了街之后 有很多观众留意 还有有好的评语 针对我说有一些正面的评价 说看到我在咬字啊 发音啊 和冷音上面都有改善 很高兴一直以来 在这方面我下的苦工 是有人看到 因为其实也不只是为了这个比赛 由入行以来 16年开始 知道自己原来有 懒音很严重的问题 都一直上方法 还有做了很多东西去改善 例如有跟过罗珊先生 学的声音班 跟他上评 今次这个节目 令到大家对我有点改观 其实对我而言是件好事 亦都是对年轻人来说 是件好事来的 希望大家觉得 其实就算很多我们这些年轻人 比较年轻的新人 一开始会有很多问题 有些缺点 有些弱点 但是当大家提醒了 认清楚问题之后 都会愿意去下苦工 真的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努力去改善 同时亦都是证明 只要给时间 例如用几年的时间 但是只要有耐性 努力去改进 是真的会见到有进步 会不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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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